英国脱欧成功后 它在欧洲大陆存在感就开始急剧下降 在欧洲事务中变成了靠边站的角色 英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必定会向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转移 但是英国并不是想到亚洲跟中国好好合作 而是想搞对抗 它要用军舰而不是商船来与中国打交道 昨天 泰晤士报报道称 英国脱欧成功后 英国政府正在讨论在印太地区永久性部署军舰的计划 该报告援引英国国防部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 英国海军未来在太平洋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要阻止中国武力统一 泰晤士报透露 英国计划要至少部署一艘31型护卫舰在亚洲 这将是50年来的第一个转折点 大英想用英舰来亚洲刷存在感 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族上曾在这里要无扬威好多年 破落户总是这样的心态 然而大英帝谷的口气 大的连推特网友都觉得搞笑 他居然想凭一艘破剑去阻止中国实现动议 实际上 英国皇家海军目前还没有31型护卫舰在服役 根据英国国防部去年的消息 首批31型护卫舰 预计要在2028年后才能开始服役 届时护卫舰数量达到了13艘以上 但大英的脸皮就是这么厚 牛皮现在就已经吹出去了 反正吹牛不上睡 英国还打算建造一批32型护卫舰 模型做得很漂亮 它是很懂卖家秀的 这艘秀级斑斑的蒙特罗斯号才是英国的买家秀 就这种货色 英国海军还打算用到2028年 但今年在综合评估之后 发现蒙特罗斯号连近海防御任务都难以胜任 才不得不痛下决心让其退役 英国现在垂死病中金座气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前些天 利奥宁州达利安造船厂的图片和帖子 不是在网上疯狂钓鱼吗 或许中国的造舰能力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刺激 包括其他老猎强 作为老牌海军强国 英国是少数几个具备设计和建造现代化 舰艇能力的国家之一 它可以生产包括航空母舰 驱逐舰和核潜艇 在内的多种舰艇 但那是以前的荣耀 在过去30年时间以来 英国造船业的军用和民用订单总量下降了80% 失去了9万多个就业岛位 这是英国制造业空心化 国立军力萎缩的必然结果 目前能给皇家海军撑门面的 就是那两艘航空母舰 相当于奔波尔巴与巴布尔奔的角色 每次出来都要大肆宣传一番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漏水 除了硬件实力大幅度划破之外 英国海军素质也在急剧下降 2017年 英国先锋级核潜艇 41岁指挥官阿姆斯特朗 与女军官在战备值班期间啪啪啪 当时核潜艇正在北大西洋水下行驶 同时 副指挥官希尔则与另一名女下属啪啪啪 由于其他5名军官 愤怒地向皇家海军司令部举报 这期宠闻才浮出水面 2021年 英国核潜艇机警号女上尉 29岁的詹金斯与男友在绝密区域 甚至核潜艇上自拍啪啪视频 卖给色情网站赚钱 这就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国海军现状 英国人自己是清楚的 那英国为什么还要自不量力地吹嘘 什么永久性地在印太地区部署军舰计划 说白了就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可怜的英国连自己的海洋战略都没有 同时英国也想借着美国海军力量 互加互微以掩饰自己的衰败 英国必须面对一个尴尬又无奈的事实 中国人民海军力量在突飞猛进 英国海军再也不可能像100多年前那般 横行霸道了 从2000年至今 中国已建成的潜水艇 驱逐舰 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的总量 已经超过亚洲三大海军 印度、日本和韩国的总和 英国皇家海军连中国人民海军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中国人民海军力量从量变到质变 是美英最恐惧的事情 美国要竭力维护它的海权优势 美国将中国视为 骑在太平洋上最主要的对手 反之 中国也将美国视为太平洋上最主要的对手 因此 对于英国海军小丑般的表演 中国一般不会予以强烈回应 这次也是如此 美国在印太地区跟中国单打独斗越来越吃力 它必须将北约的力量延伸到这里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博尔顿上周在华尔街日报撰文 他呼吁美国将日本 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纳进北约 以加强对中国的遏制能力 北约想要扩张到亚洲 毕竟不是什么秘密 英国不仅是北约副班长 五眼联盟主力 还是奥库斯联盟的核心成员 英国是一定会积极推动 北约亚洲化的进程 另外 英国也想利用北约亚洲化 去昏水墨渝 重温一下昔日的荣光 对于昂格鲁萨克逊集团来说 他们可以接受中国成为一个陆上军事强国 但无法接受中国成为一个海上军事强国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对海洋的统治 但昂格鲁萨克逊集团的主观意志 正在被中国打破 他们要面对的客观事实 就是中国人民海军 已经拥有强大的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 英国最后一次海战 是80年代的马岛战争 对阿根廷的胜利 给保守党内阁大零一记强心针 最后 皇家海军变一落没落 英国国防部还经常向外界封锁消息 因为这会暴露英国的弱点 以及缺少舰铁的情况 众所周知 因为海水腐蚀和科技换代 常规军舰的使用寿命是非常有限的 英国海军已经到了新三年 旧三年 风风步步又三年的境地 以前部署的太平洋地区的 萨斯兰号1997年服役 设计寿命18年 由于新建造不出 只好在2013年到2015年进行改造升级 姚之亚再服役18年 而中国同一级别的新军舰数量 是它的两倍以上 英国很多造舰计划 最终都是半途而废 比如 曾被吹捧为 防空实力超群的 四五型导弹驱逐舰 就因为预算严重超标 原计划建造12艘的目标 只能压缩为6艘 英国海军计划混乱 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 政治空转 一舰内阁一个样 国会动不动抬杠 间接性愁躇满志 习惯性混吃等死 二 资金窘迫 老佛爷修园子得要银子吧 造型航母得要银子吧 园子想修好 航母就得凑合 还有为保贪得无厌的 国防部官员和承包商们 印度人苏纳克正在领导英国 他根本无理改变这两个问题 但他擅长搞噱头 2028年 英国能不能有一艘 31型护卫舰来亚洲不知道 但英国最好准备几艘军舰 防止苏格兰独立 以前英国人多爽啊 在中国海湾线上 摆几艘破舰 要你割地就得割地 要你赔款就得赔款 1840年鸦片战争 1860年火烧圆明园 1895年甲午战争 1900年八国联军 列强无不怀念我大清 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些耻辱 但英国人也会惦记着这一切 甚至活在一把森林眼 英国还想装神弄鬼 跟中国搞什么炮剑外交 当年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 紫石英号 在长江流域 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 炮轰过的 那是英国敢怎么样 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了 因为他知道 你真的敢揍他 现在英国扬言 百艘破剑就想阻止中国统一大业 还登在泰晤时报上 这是想给谁看 迎合美国罢了 他给中国的信号就是 我们要群殴你 碰此所赔 好怕怕 英国要是还如此头脑不清 中国会让他清醒清醒 八岛 是不是该还给亚根廷了 就算英国海军的 31级部位舰来5艘 10艘 又能怎样 如果他真敢阻止中国人民 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我们保证能让英国军舰 永久的驻扎在海底